国民登记局在识破贾身份证案 马六甲一名菲律宾妇女21年来持有伪造的大马卡 东窗事发之后判监三个月 这名菲律宾妇女今天被控上爱吉勒推施停时俯首认罪 她是一名有三名子女的51岁单亲妈妈 真实的名字叫艾勒尼塔 但是多年来在我国是以马来名字生活 贾茂大马卡上所登记的住家地址位于马六甲双西乌浪 她的职业是学校的食堂员工 她6月9号到马六甲国民登记局办理手续时遭识破当场落网 她的行为抵触1959年国民登记法令第25之1之1 和1990年国民注册法律相关条文 罪成可被判监不超过三年或罚款最高两万令吉或两者监失 法庭判处的三个月刑期从被捕日算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这次选顺 我们下集完 感谢观看